同一时间,唐永生驾驭唐族唯一一艘中品仙气灵州,载着四大势力的强者朝天伐山脉中部驶去。 唐永生永远是一副威严且孤高的模样,尽管他只是羽化镜二重,却拥有着越级挑战羽化镜四重的实力。 与唐永生并立而立的还有五位老者,第一个是南宫盛朝从中南仙山请来的师父,肃和与盛,羽化四重实力,而且他拥有越级挑战羽化镜六重大能的实力。 第二人,乃汝燕无极师父夏侯歌,羽化镜三重实力。 第三人,拓拔盛朝供奉,水祖阅,羽化镜三重。 第四人,唐尊圣朝护朝圣师,唐浩空,羽化三重。 第五人,唐尊圣朝供奉,亦是唐浩空的亲大哥,唐浩石,羽化镜二重。 四大势力加上唐永生,合计六位羽化镜大能。 这时,拓拔林上前一步朝唐永生抱拳。 唐尊圣主,我听闻五十年前,你想攻打皇府圣宗。 还是唐公主,以性命相逼,这才让你放弃攻打,可有此事啊。 唐永生应了一声,便没了下文。 接着,他眼神中流露出一抹黯然与思念,心生悲伤。 女儿啊,女儿,若我那宝贝女儿还在世,应该和心盈一般大了吧。 我那未曾谋面的女儿,为父对不起你。 就算为父征服整个天下,也无法挽回你的性命啊。 许是疾风吹了眼,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唐永生这个被世人称之为最残忍,屠杀暮风皇城之人,双目中却泛出了阴影泪光来。 唐尔尝尚主,怎么了? 哼,没事,只是想起了些陈年旧事。 这人啊,越老,真是越怀旧啊。 随后,唐永生便与拓跋林闲聊起来。 五个时辰后,唐永生嫁于临州,悬浮于皇府秘境山门前方十万里的苍穹之中, 接着四大势力之首的唐永生 拓跋林 汝燕无极和南宫清前 留在了灵州之上 拓跋林 汝燕无极 南宫清前 乃各势力之主 自然不会以身涉险 参加攻打皇府秘境之举 而唐永生则是不屑于出手 这时 于化镜四重的素和宇盛 回首望向众人老气横秋 本尊离开中南仙山时 制裁首席有令 不得与你们一起攻击其他势力 故而你们留在这里 本尊先破开秘境之门 杀了谭云 妖元 为我徒儿报仇后 便会离开 他口中的徒儿 自然是指南宫圣卓 素和宇盛留下一句 并化作一道清色残影 瞬间贯穿九万多里虚空 接着便出现于皇府秘境 山门之前三千里处 谭云 还有你宗的那只妖元 你们这对禽兽 杀本尊徒儿的妻子 岳母 又摧毁了南宫皇城 且还在城门上 大言不惭地留下自己 朽如本尊的徒儿 谭云你听着 今日本尊不掺和这四大势力 与你皇府正宗的战斗 只要你们这两个禽兽 出来与本尊一战 本尊答应 不毁皇府秘境山门 否则 否则什么 不待素和宇盛说吧 秘境内依然传出 谭云的声音 哼 娘的 老东西 你说的倒是好听啊 不掺和战斗 可你他娘的脑子 是不是被驴踢了 啊 你是自己傻 别把老子当傻瓜 你这他娘的 还不适合他们一起来了 苏和宇盛文言 肺都快起炸了 自己堂堂羽化境 四重大能 何曾受过如此屈辱 谭云小二 本尊这便毁了你山门 破你秘境之门 尽若后宰了你 哼 老子第一次被金族围攻 躲在皇府秘境之内 第二次被南宫圣巢 永恒先宗 神魂先宫十族 强者围攻 老子还是被迫躲进秘境 你们这群该死的东西 还真是没完没了 老子告诉你们 老子受够了 你少他娘在老子面前摆破 你这老东西 和他们一起上便是 我皇府圣宗又有何惧 谭云彻底怒了 怒笑之后便向所有圣宗之人传令 我和宿兵老员打坏头摩尔 对付羽化境大能 天老 卫权 皇府顾虫 宋慧心 宿贞玉境仙儿 天罗龙雄王 嗜血无功王 射魂紫雕王 对付玉胎经对手 谭云传音过后 正带发动攻击 羽胎大圆满的冯天伦 还有冯族大长老 便一道从天而降 二人对谭云 自是感激万分 多谢谭宗主赠予玉胎丹 玉胎归零丹 否则 我二人也无法从玉胎境 西城 谨升至大圆满 二位 客套话不用说了 老圆 干他娘的 给我上 随着一阵隆隆声响起 谭云打开了 秘境之门的瞬间 视天魔元便骤然 暴涨至九百丈之巨 从秘境之门内 凌空飞了出来 虚空震荡中 视天魔元体内魔力逃天 手持千掌巨棒 犹如乌黑光束 下一瞬 便出现在速合羽胜头顶上空 只见其抡起巨棒 便当头砸落 巨棒猛然而下 使得方圆千里虚空 骤然军裂 好快的速度 你根本不是普通药元 因为普通石阶出生其原类 速度根本没有你快 减多识广的速合羽胜 惊呼一声 神色变得有些凝重 不过 也仅仅只是游戏而已 他余化镜四重 却拥有月姬挑战 余化镜六重大能的本事 他自负 三西之内便可灭了眼前阵魔猿 这时 十万里外 想起如焰无忌师父下后刻的传音 速合道友 需要老朽出手吗 不用 若本尊连一个世界出生期的畜生都杀不掉 那今后还如何立足 潮起星辰烈 潮落万物毁 速合羽胜传音之后 陡然施展死亡隐陈树 对准头顶的士天魔猿 勃然大喝 轩起 他干枯的双掌猛然成天 对着挥棒俯冲而下的士天魔猿 拍了出去 等时 令天地为之一变的一幕发生了